六四二十四周年前夕 一群香港学联成员延续传统 启动绝食六十四小时行动 要求平反六四结束中共暴政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释放民运人士 释放民运人士 结束一党村政 33名学联成员戴上头巾 宣布绝食六四四小时 并宣读声明 他们在时代广场 放置各式图片和展板 摆放民主女神像 和六四铁汉李旺阳的画像 又用粉笔在地上写上诉求 要求平反六四等 行动的意义除了唤起人们的良知 也是向大陆游客讲述六四真相 有首次参加绝世的学生表示 虽然六四他们未出世 但六四真相不会被掩盖 也不会被忘记 你竟然可以用子弹 一个坦克去轮过他 去枪杀他 这些是完全不能够接受 你是完全没有这个权力 去另外一个人的性命 而且这个政权是 在踐踏了人命之后 还可以对他们的死难者的家属 是不道歉 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说是 很恐怖的一件事 爵士期间他们会举办讨论会 电影欣赏 延续六四精神 推进大陆和香港民主 爵士行动将持续64个小时 自6月4日早上8点45分 也就是月以的8点9个字 寓意8964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